海宇图开设的公司被执货英国政府巨额资助 英国传媒获得一份文件显示 英国政府今年6月跟一间公司签署协议 批出近30万磅 约300万港元 协助中国企业在非洲设厂 让他们雇用当地廉价劳工赚大钱 有国会议员批评 政府将钱送给富有的中国企业是浪费公帑 星期日邮报取得的文件显示 国际发展部门获得政府130亿磅 约1300亿港元 其中一项具争议的300万磅协议 在今年6月签署 社会机构是在英国和香港都有注册的 非洲制造倡议有限公司 其史创人是中国女商人兼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亲善大使海宇 中国去年对外投资额增长一倍 而且是在非洲投资额最高的国家 英国有声音质疑 政府以巨额资助富裕的中国企业的做法是否妥当 英国资助贫穷国家发展的资金 全去到跟中国政府亲近的机构 协助中国在非洲做生意 保守党议员埃文斯指 英国公帑不应资助中国企业 认为这做法应立即停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